欢迎收看今天的漫画评书节目 从本期开始咱们展开一个全新的系列 正是变严金刚日版漫画书的讲解 这道书是在日本地区进行发售的漫画书 而里面的情节也是与G1的变严金刚宇宙 进行一个平行的这么一个内容 内容相当的详实 也非常的精彩 画风是咱们80后90后相当熟悉的日漫的风格 为什么会有这套漫画出现呢 就是因为在里面是对之前动画片里面 部分情节进行一个补充 就比如说天火Jetfire的情节 在动画里面和漫画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里面的很多内容故事都是咱们从来没有听过 那么我在看完之后 也是觉得相当有趣 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这道书之前我是介绍过它的实体书版本 是由三本书的合集组成 实体书也是相当的物美价廉 我手中是有英文版本的实体书 实体书还出过日文版本 咱们今天嫌少叙 我们今天讲的正是第一本书的前面的几个篇章 因为如果把第一本书完全讲完 恐怕此期节目一个小时也干不下来 好咱们就先看一下第一本书的封面 上方写着Transformers正是变形金庚 下面写着Manga正是漫画书 或叫做大漫画 而正中间的封面咱们可以看得出来 是咱们相当熟悉的一些角色 从左下来看起正是Rodomus Prime是补天使 旁边是Crodom郭文 再往后正是人来擎天柱 他是骑射的第四任领导人 再往后正是这个Star Saber史达 再往后是大恐龙萨拉斯 然后再往后正是Optus Prime擎天柱大哥 他的身后站的正是萨克巨人 再往后是霸王 再往后就是这个威震天 Megatron 然后再往后是地球 我们再往下一页来看 我们今天要讲解的 正是这本书的前面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部分 那么中文翻译叫做战斗吧 超级血生命体变成金刚 我们今天会讲解的是续章 以及第一章到第七章 以及最终章 差不多是110来页的内容 我们先少去直接开讲 在很久很久以前 当地球还处在原始时期 在离太阳系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一颗美丽的星球 这个星球被称作赛博海 它拥有先进的文明 数不胜数的大都市 遍布星球表面 那么谁住在这个星球上方呢 好下一页 我们看这个地方 上面写着 他们就是变形金刚 他们是一种类人型的机器人 变形金刚们不需要乘坐交通工具 你瞧 他们能够自由自在的 把自己变成车辆 或者飞机等交通工具 当地居民是令人震惊的 巨大超级机械体 他们的科技能力 比我们如今先进的多 塞巴坦分类别两大阵营 一个是正义的 一个是邪恶的 正义的一方被称作汽车人 邪的一方被叫做霸天虎 最终 而秦天主经常说道 我只盼停止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假如容忍那些恶魔继续蔓延的话 它将会影响整个宇宙 所以我们只能继续战斗 然而双方战略是旗鼓相当 但随着战争的继续 他们能源变得越来越少 秦天主说道 战争耗尽了塞巴坦的能源 我们必须进入太空 探寻新的普及 当汽车人和霸天虎们 小心的进入太空探索的时候 他们的能量的需求 将其引到了地球附近 在那里战斗再次开始了 一场激烈的冲突 让他们的飞船落入了地球 然而所有人便进入了休眠期 从那以后经历了400万年 直到今天 叶金刚们终于从睡梦当中苏醒过来 这个桥的其实在动画片里面也有交代 咱们是非常的熟悉 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叶金刚们他们紧急迫降在地球 400万年之后 一次火山的喷发 唤醒了他们宇宙飞船上的计算机 Explore 开始准备修复叶金刚 这段在这个动画里面也有提及 霸天虎们再生成了可变为战斗机和枪械的形态 在战争当中使用武器 而另外一批汽车人们再生成了可变为机械 可变为汽车和其他载具的形态 于是正义的汽车人和邪恶的霸天虎 开始了他们在地球上方的战斗 这个就是序章的部分 我们开始正式讲解 就是第一章的讲解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章的题目叫做 战斗吧 超机械生命体 叶金刚Fight Super Robot Life Form Transformers 第一章节 在上方 群的路大哥正在点指前方 给我冲 而在下方狂笑证是 Megatron霸天虎的领袖 威震天 而前方还有一个小男孩 他正是在日本大男孩里的一名主角 待会就知道了 我们来看下一页 第一点发生是在日本的东京 那是什么东西 大家是仰望天空 看起来像是喷气战斗机 但不可能啊 这个时候 威震天是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开始进攻东京 无畏的霸天虎战斗机群 卫军向东京派出一支先前队 你们就肆无忌惮地横行吧 这个时候在前方攻击的 正式由红蜘蛛带领的尖头部队 说到收到威震天 你又在美国的总基地 等着我们霸天虎夺回日本的资源吗 这块我真的是一脑子问候啊 美国为什么要去日本这么个小地方 去抢夺资源呢 好 下一页就是火力的清晰 红蜘蛛说到尝尝这个吧 交出你们的能源来 正在这个时候 许多停在街角的车辆 在没有驾驶员的情况下 是行动了起来啊 这个时候是人民是饱受这个轰炸的摧残 前方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 在向前跑着 正在这个时候空中一架飞机是呼啸而过 小男孩的话也是应声倒地 而正在这个时候前方一个卡车 就说到小心变形 而这个时候这名正是晴天鹿大哥 他是一个亮枪变形 并且是徒手接住了小男孩 小男孩糊涂糊涂脑袋 这个时候已经在前头大哥的手中 大哥说到你没受伤吧 怎么样 我们是从美国来的变形金刚 这个小孩说的 嘿 我知道你们 你们是英勇的汽车人 而在旁边的汽车人也说的 没错 我们正是汽车人 大哥这个时候说的 目前这里很危险 烟幕请带个男孩马上离开这里 而烟幕表示收到 是立刻变形 让男孩子是坐到车里面去 大哥这个时候指挥 汽车人变形出发 大家是说到遵命大哥 而在后方正是我们熟悉的亲亲顶 这个时候烟幕是变成车辆的形态 带着小男孩说道 好吧小的我们走 寄进你的安全带 这个时候烟幕继续介绍 我可是能够变成日本战车的这么一个高手 一台尼桑 Fair Lady Z 等等 那个是什么 这个时候他们是向前一看 前方正是一名合体的霸天虎成员 飞天虎 他是一位有五名脚小的飞特兰员 组成的霸天虎成员 他是飞天虎 大哥这个时候看到他 并且旁边的这个哥 应该是开路先锋说道 他们还能变成汽车 就像我们那样 而这个时候天空的红蜘蛛说道 现在让你们领教一下 霸天虎真正的实力 而烟幕这个时候 也直接是利用烟幕来这个 企图像这个掩盖着前方霸天虎的这个烟幕 而这个时候 前方这名合体的飞天虎说道 看着要继续破坏 红蜘蛛这个时候命令他 而这个时候这个大哥也说道 这个好样的烟幕 不要让他勤紧存好 而这个时候下方说道 不过作为一个新人 飞天虎的力量 远比左灯卡的五个家伙 看起来更加大得多 而这个时候他的手下也说道 请天助救命了 请天助 这个时候男孩子相当的紧张 说他汽车人们快被打败了 在那儿我有办法了 就用那个 烟幕说道 什么东西 小男孩说道 用那条断的快车道当跳吧 我们给他来一次漂亮的高速突击 岂不是美赛 大哥这时候知道 让我们试试看 请天助这个时候 和大哥一起上一条快速车道 并且从那条断的斜壁顶端 变成了一枚高速辅通的炸弹 直接冲向了前方的飞天虎 这个时候孩子说道 干大漂亮 而这时候请天助大哥 是带着骑车人 是一起到空中变形 并且向前方的飞天虎 进行一个拳头的攻击 变形攻击 红蜘蛛说道 你们 你们快后悔的骑车人 别以为这样 你们就赢了 请天助大哥 这个时候见到霸天虎 已经撤离 并且向前方的小孩子 进行道谢 向你致谢 我们能知道你叫什么吗 这个时候前方的小孩子 也是第一次进行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是剑二 很高兴见到你们 大哥这个时候 真是龙心大悦 表示霸天虎 我们很可能会再次来袭 因此我想请你协助守护日本 如果有事情发生 你就用这个头盔通知我们汽车人 我们会立刻赶来的 有了这个 你就是一名荣誉汽车人了 荣誉汽车人不是小红红之中吗 小孩子是接过了头盔 表示谢谢你们汽车人 让我们为了和平一起战斗吧 这就是第一章的内容 我们来看chapter 2第二章 这个时候大包包的肩膀 坐的正是剑二 而前方的正是声波和他的磁带部队 故事一开始 这个地方是南美洲干旱的亚历桑大平原 而在空中的正是霸天天带领了这些霸天虎进行一个像汽车人的攻击 今天以我之间要做个了结情篇柱 而这个时候旁边的救护车说到不太对劲 那些总是跟在身后的秘词在金刚去哪了 大哥这个时候心想 我只希望他们没被派到日本去 而就在此时此刻的东京啊 我们可以看到小孩子剑二 他这个时候戴着头盔 而这个时候他是说到啊 汽车人大黄蜂和剑二正在城市里面巡逻 而前方的两个警察说的 哎这是什么 马上停车 哎拜托啊 你看你知道小孩子不能开车的是吧 这个时候剑二说到 可是我没开车呀 这个时候大黄蜂立刻变形 七七咔咔 变成了这个机身的形态啊 而这时候警察也是说啊 这是一名汽车人战士 真是不好意思啊 大黄蜂也说到 乐意为您效劳 好接下来啊 是还有很多像不一样的 这个汽车人 正在守护着这个 日本免受霸天虎的袭净 大黄蜂这样说的 比如那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 我们汽车人如今 也不只是变成汽车的 我们增添了许多能够变成 飞机和恐龙的同伴啊 这个时候接下来问道 那么你也能变成那样吗 好就在这个时候 前方是那个 冲过了一个机械狗啊 正是ravage 大黄蜂说道 哎呀 G2那是机械猴 它是一个霸天虎 大黄蜂变形 快变形 G2是快速的这个高喊道 那么大黄蜂只是说的 我不能啊 我不能带着一个乘客 一起变形 G2说的 oh no 这个时候G2 它是这个接通的这个耳机啊 就是这个戴着头盔 并且说道 哦 最好和机械人的这个机械里面 汽车人进行联系 而这个时候啊 他们可能很可能 正在于霸天火的 正在进行一个攻击 这个时候 空龙又飞过来一窝 正是我们熟悉的滑翔机 大黄蜂是告诉这个G2 说道啊 是我们的老滑翔机来了 滑翔机直接向前面接口 进行一个攻击 那么并且告诉G2 快来跳进来 在这儿等着大黄蜂 我去把弟兄们都叫来 这个时候啊 这个声波说道啊 这下我们抓到你了 你这个气身的矮冬瓜 而这个时候 大黄蜂也说道 我可怎么办啊 他怎么就这么走了 而磁带部队的话 也是将他进行一个包围 并且是哈哈大笑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令众磁带部队 没有想到的是 大黄蜂并没有俯首投降 他是展开了夜阵八方藏刀室 表示看我的 来抓呗 抓不到我吧 他是立刻向远方 进行一个逃算 而这个时候声波表示 别让他就这么跑了 赶快给我追上 而这个时候 轰隆隆表示 该死 他的腿下可真是利损 而且大黄蜂 已经跑到了一个 强烈的转角 说道 他还不知道吗 我可没有走远 这个时候 轰隆隆是告诉 众磁带部队 金光鸟 鸡翼狗 蝙蝠青 快找到大黄蜂 别让他跑了 而这个时候 大黄蜂也是躲在墙角 说道 哎呀是声波该死 他看到我了吗 而这个时候声波表示 迷乱你还没有找到吗 大黄蜂是心里窃气 看来他还没有注意到 好了 就在现在 他是立刻来一个飞踢 是踹向声波的胸口 吃我一记 黄蜂飞踢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远方的机车人说道 站住大黄蜂在哪 而这个时候 这个前方的迷乱表示 该死 我们反而成了走投无路一方 快跑 这个时候他们发现 声波到达磁带舱 已经破坏 他们没法的存到里面去 而这个时候 这个小跟炮表示 太棒了 这下子可以抓住你们了 快放开我 你这个网夫 你要干什么呀 没错 小跟炮是把这个磁带部队 是捏在了手中 并且是抽取出 他们前方的磁带呀 这个时候 大黄蜂也向他们招手啊 你们都过来了 这个时候他们说 大黄蜂你怎么样了 而这个时候 剑太野说 哎呀 青天助 我是剑二 我们把磁带部队 都彻底击败了 干得好劲 这对我们这边的协裁 说也是一场胜利啊 这个多亏了 是我一个人干成的 大黄蜂是这个自夸道啊 而这个是前的旧车 表示 嘿 你这个家伙 好 刚刚就是第二回合的讲解 我们再看第三个篇章 这个时候 前方正是这个 汽车人的老大 青天助啊 那么表示 紧急模式启动啊 战斗都市变形 哎呀 看那 就是汽车人的基地了 好 故事展开 很好 照相机小的 拍照好了 我马上撤离 八天虎的水下基地 而这个时候 这个威正天正看着 手中的报告表示 哈 如果这就是他们基地 所能调动的全部占领 那我们可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会叫你好看 等我们的铁甲龙基地 铁甲龙建成之后啊 我们就不需要担心 那种城市的金刚了 这个时候 八天虎的老大 威正天接着说到啊 当他们专心对付铁甲龙的时候 我们就去霸占 日本的低热能源设备 以他们的科技产业 然后我们就那里的人们 全部变成我们的奴隶 都我们征服了全日本之后 还要掠夺地球上的所有的土地 把他们统统改造成为我们的基地 我们要征服地球 把它变成一个巨型机器 难道是云始天尊吗 还是这个宇宙大帝的 好 这个时候 威正天接着说啊 这就是我的梦想 而旁边的手下说到 威正天 我们派往日本的限定队 被汽车人发现了 而这个时候 在日本行动的苏旋能源的霸天虎们 已经被追到了九州岛阿苏山的火山口的附近 冲啊 四驱军团 太棒了 山地任务 这个是我们闪耀的时刻 这个时候坐在开罗先锋里的 接着向大家问道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使用席地阵法 将他们都赶回去 这个时候 中期的人是一起变形 闭上前方的霸天虎队 进行一个攻击 而这个时候前方大帝说到 汽车人朝我们来了 而这个时候是轰隆隆的一片爆炸声 这个时候 建二说到 他们事先已经埋伏了地雷 我们快掉进火山里面去了 快抓不住了 而这个时候霸天虎成员是哈哈大笑 你们活该 只要你们掉进了火山口 肯定就玩完了 而这个时候 建二 那么是通过头盔表示 在我们落入容疆之间 要把握此机会 我们必须联合起来 而霸天虎也是心想 这下暗示的家伙已经搞定了 这下我们日本之旅总想可以轻松一点了 而正在这个时候 他们听到了咔咔咔的声音 霸天虎成员问道 我们听不到下面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我也听到这个奇怪的声音 继续着咔咔咔的声音 这个时候 从火山口里出来一个怪物 众霸天虎成员也是被吓得活都出来了 那些该死的汽车人难道变成鬼魂回来了吗 而正在这个时候 没错 正是几位汽车人 他们使用那种叠罗汉的方法 那么是叠成一个巨大的一个机器人 表示上把四驱军团协力光波 而这个时候在剑二的一声号下 他们是在前面的霸天虎成 进行一个无情的火力情绪 那么好像这个骑士人 在这个玩这个骑马打仗一般 这个时候他们是乘胜追击 冲锋 让你们尝尝 四驱军团不可战胜的协力攻击 霸天虎真的是抵不住 这个时候他们表示 混蛋我们还会再回来的 这个时候剑二人走下车表示 要是你们霸天虎还行打 我们奉陪到底 只要骑车人还在这 我们就不会让你们那么容易的燃止日本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章节的讲解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章节 好 再往下就是第四章节 Chapter 4 这个时候大哥正在向剑二介绍 看吧 剑二 这里就是我们汽车人在日本的基地 剑二表示 哇 真是不可思议 而前方的大呼风也是表示 欢迎光临剑二 这个时候 骑车人的老大接的介绍 你可以看到遍布日本有30个停车场 已经成为了通向骑车人基地的秘密路口 我们大约有100多个能够避养车人类 无关的机器人在那个地方工作 我们如今正陆陆续一的着手 将世界各地的地理建造秘密基地 在日本的地表以下2500米 我们拥有骑车人地下公路连通着我们诸位在世界各地的基地 我们依据是大都市指挥官通天晓的建议来建造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拥有如此完美的防御工事 大呼风也是激动的说到 这个时候秦天柱继续说到 说到通天晓 他现在应该正在为我的脱挂货柜 加装什么新玩意儿 而谭皇这个时候也在俯下身子告诉前方的锦二 说到通天晓 好像有点像秦天柱大哥的弟弟 接着这个时候表示 哦 原来是如此 好 这个时候画面一转看到前面的监视器 那么继续 那么说到这些监视器是一直关注着日本各个地方 而正在这个时候 监视器的一个角落在空中是飞过了几团火光啊 贤柱大哥问道是出什么事情了 那么把这个图像处理清晰之后 掉到这条监视器的上方 而前面的救助车表示 是霸天虎来袭 画面一转 我们可以看到 剑二说到啊 那把枪是谁变的 这个时候大家说到 是红蜘蛛和闪电来了 我们俩可以轻松的捣毁渺小的日本啊 没错 这个时候红蜘蛛是正在坐在闪电的坦克形态的上 并且是手中持握的一个巨大的一个 微震天枪击的最终模样 并且说到滚开吧人来 这个时候微震天也是哈哈笑道啊 哈哈 好好欣赏一下 我微震天超强机械形态的威力吧 而说到这个时候前方出现一辆红色的坦克啊 大家说啊 是战机 他出动了 而这个时候也是说到 别去啊 战机没用的 而战机这个时候是一估计 就是直接冲向了前方的闪电 你看到这闪电是比他要打出多少个量级 是直接降踏进行一个踹飞 我都说过没用了 你还冲 而这个时候 秦天柱啊 那么也是以这个车辆的形态 向前进行个攻击啊 叫道 给我助手 把天火 而这个时候 红蜘蛛是持握着微震天的枪击形态 向前进行无情的火力军 表示闭嘴 吃我一枪 而这时候秦天柱也直接被打中了胸口啊 是重伤 这时候秦天柱是倒地说的 不 而正在这个时候 是一人赶到 说道 给我助手 并且变形 没错 正是通天晓通二哥 他表示 大多数只要跟通天晓参上 而这个时候啊 他说道 秦天柱 我已经帮你把这个脱挂货柜升级完毕了 大哥就是表示 是吧 通天晓 那我准备好了 桌子吃 那二块 这时候货柜打开 里面是一把巨大的火炮啊 我前进入这个时候握着火炮 先进车道 吃我一炮 洗礼 光窝炮 那么随着这个异声令下 那么前方是进行一个火力的攻击之后 也是这个火团骑飞啊 这个威力天说道 该死的混蛋 别别行 别小看霸天 我们还会再次回来的 而这个时候啊 一个声音说道 小心点啊 这就是你们的抱怨 而这个时候 这个轮胎啊 也是跳了起来 将进二直接是这个装到车辆里面去 表示快点闪开 而就在这个时候啊 那个戒二说道啊 是起飞的时候了 轮胎这个时候是逮着戒 并且是展开了翅膀 向空中进行一个飞去 我们上进二 这个时候 他在空中进行一个螺旋飞行 而威力天继续表示 跟上别让他逃跑了 后方跟随的正式这个尖头部队 这个时候 那叫空中进行一个飞行 威力天这会儿表示 你想向我冲过来 停一下你们几个笨蛋 而这轮胎是立刻掉头 而在后方的尖头部队 是直接是向前攻击 并且直接创在了威力天的身上 威力天这个时候 气急败货的说道 你们两个蠢货呀 是我你看不到吗 大哥这个时候表示 火火到了 我们上 而这童天小也是表示 好嘞 这时候前天祖和童天小 他们是二人一起进行合击 表示双重连携飞踢 一是直接踢到了霸天虎 红蜘蛛和闪电的身上 竟然这个时候表示 干得漂亮 而这个时候受伤的 这个战体前方 炮口都撞歪了 那么也是说道 这才是我们熟悉的汽车人嘛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一章回的讲解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章回 就是第五章回 在这个章回里面 是飞天虎出发 让我们在路上大闹一通 他们进行一个无情的攻击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要在这个体育场 做我们霸天虎的浅险基地 打击卢磅各就各位 组合飞天虎 叽叽咔嚓 就组成了这么一个巨大的金刚 那么这个时候 他是无情的向前面的球场 进行一个攻击 而就在同一个球场里面 正在观看球下 有一名小朋友正式剑二 竟然这个时候正在观看比赛 发现前方来的正式霸天虎 他也是立刻按动了手中的手表 是呼叫飞行太宝 飞行太宝 机械卫兵轻道请回答 而这个时候飞天虎 已经开始攻击观众席 并且说道 滚开人类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金刚说道 请快点体育馆出大事了 而这个时候 上方的显示片 已经开始燃起了熊熊的火焰 体育馆的照明灯 已经燃烧了起来 而这个时候 这个飞行太宝已经来到 那么金刚开心的说道 是机械卫兵 谢天谢地 汽车人来了 而这个飞天虎说道 什么 而这个时候 这个汽车已经来到 那么火再交给我来解决 你们集中把精力 把商业转移到安全的地带 这个时候 这个大污位参上 是这个五合一的飞行太宝 进行一个合体 而这个时候 他们几人是表示 太好了 只要火一扑灭 我们也能够 这个结合成为这个守护神了 而这个时候 那么他是说道 来吧 飞天虎冲我来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 画面一转 魂天暴也来到 稍等片刻 二对一可真是 诺夫的骑士呢 就让我这个战车队 组合成魂天暴在此吧 那么下方 有一个变金刚的小贴土啊 那么是介绍了神秘的四大组合金刚 左边那位正是大五位 第二位正是守护神 第三位正是飞天虎 然后就是佐尘这个魂天暴的汽车队啊 那么这些是一个简单的合体的介绍 好 再往下一页 我们来看啊 那么是这个二对二进行一个攻击 好吧 那么就让我们连你们一起对付啊 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的 魂天暴咱们一块上 这个时候 剑二心想 这个局面变成了 变金刚这个合体精英的大决战了 这个时候 他们是这个 你一拳我一脚啊 吃我一拳守护神 这个时候一个巨大的拳头是直接打到了守护神的面庞 那么守护神的话 也是俯下了身子说道 该死 我们的头严重受伤 这样没法再组合成为守护神了 而这时候剑二表示啊 我们上吧 冲把车辆交给我们吧 而这个时候啊 前方说道 好吧 让我用这个电场放射枪来试一试 瞄准他的脚大位 而正在这个时候 他是举枪直接向前进行一个攻击 哎呀 该死 我的膝盖 我的腿 开始解体了 飞天虎 我还我还能打 把抢劫打击 借给我成腿部进行组合 不会给你机会的 就成现在机械卫兵 好 这样是大声教导 而前方啊 两名合体金刚出现 是打击合体完成啊 救护伤员 以及刀刃组合完毕 别这样助手啊 车车组合完毕 哎呀 这下看招 这样这个时候 在下方是直接的这个鼓励他们 自己一个攻击 说的啊 送他们飞进海里去吧 干掉他们兄弟 我们还会回来的 霸天虎是再一次撤退了 好 刚刚就是第五章节的讲解 我们继续往下 是第六章回 Septer 6 好 这个时候 剑儿说到 哎呀 大海实在是太美了 探场感知气 你们快来呀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剑儿正在浪花里面 这是一个气垫船的形态啊 相当的酷炫 好 浪花也是说到 真不敢相信 我能够有幸的太平当中 度过我的假期 这真是太好了 好 再往下一页 好 就是在这个地方 剑儿乌托邦的一个岛屿 这是我们其实所建造的人工岛 它是做鸟儿和野生动物 能够自由生活的天堂啊 我们能够保证 让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动物在这里和睦相处 我们的计划 是让全是小朋友们 来到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玩耍 接着说到 那么探场是不是意味着 我是你们第一位游客呢 这实在是太棒了 而这个时候 岛上的动物是纷纷的惊慌逃寸 接着说到 感知气 动物为什么在四寸逃寸 他们是在躲避的什么呢 会是什么呢 感知气这个时候往前一看 哎呀 这个是真奇怪 会不会是我们的岛上的 其他朋友惊动了他们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正在他们前去查看到 发现居然是霸天虎的 瓦地虎小队 正在前方进行一个挖掘 哦不 他们抓住了我们的汽车人兄弟们 这个时候浪花表示啊 真该死 他们把我们美丽的岛屿 搞得乱七八糟了 我真是忍受不了了 而建儿这个时候表示 再等一下 我得联系上大多数指挥官通天晓 而这个时候在大都市里面啊 通天晓 收到这个来报啊 收到你们汇报的非常清楚 我立刻派遣这救援队前去啊 进行救援 好 这个时候 大哥说到不管怎么说 这个行动可能会造成伤亡啊 会伤害到那些动物 所以这个弹弓 那么你要留在后方 我会派遣机械卫兵中的紧急救援队 那么进行一个前去参与行动 大卫出发 我们的任务来了 而这个时候他们也是表示没问题 好 画面也准啊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说到 还别闹情绪了 立刻出发 他们是前往这个乌托邦岛 而这个时候在另外一方面的 威震天是哈哈大笑 我们就用铁甲龙占据这个岛屿 没错 要是我们有了一座岛屿 做霸天火的基地 那我们通过各大洋 做环球移动的时候 将会更加的便利 那么在一方的红之珠也是说的 换句话说 整座岛屿就是一艘战舰了 我说的对吧 威震天 这是威震天命令 铁甲龙进行攻击 而这个时候在岛屿的前方 是破地而出一个巨大的恐龙巡弹 没错 正是铁甲龙啊 威震天这个时候命令铁甲龙 变形成城市的模式 而这个时候是大巫卫赶到 表示大巫卫参赏 哎呀好大的胆子 你敢挡我的道路 挖地虎部队进行合体 挖地虎部队表示 遵命是时候让大力神登场 画面一转 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巫卫合体的前方 正站立的铁甲龙 在铁甲龙的旁边 正是大力神啊 大力神这个时候也是叫嚣到 哈哈大巫卫 你就试试我和铁甲龙两个人的厉害吧 但这个时候令大力神没有想到的是 铁甲龙是直接将他是抓到了手中啊 表示别挡我 大力神 我只有一只脚就可以踩掉这个大巫卫 而这个时候大力神是表示 等等等等 你在说什么 咱们是一伙的呀白痴 铁甲龙是直接将这个大力神 扔到了一旁 并且是一脚踩向了前方的大巫卫啊 而这个时候在远方观战的剑二 也是相当的担心 心想说要是这个时候有猛大帅在的话 那可能有多好啊 而正在这个时候 在铁甲龙的脚下踩着的是大卫 而在大卫前方的来了一个巨大的金刚 没错 他就是猛大帅啊 铁甲龙说道 你你到底是谁 这个时候大卫说道 他是猛大帅 猛大帅你来了 而这个时候啊 那么前方说道 让我的空气来把这个脚移开吧 就靠你了 而这个时候空气在空中进去一个飞行 会看得出来这个铁甲龙的嘴巴真的是够大的 里面还有一个火炮 你这个大傻瓜 干嘛不挑个跟你个头大的对手 比如像猛大帅 你要是有胆子的话 你们敢耍我 而这个时候前方的正是猛大帅 铁甲龙气急半坏 向他进行一个冲去 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是直接穿过了猛大帅的身体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直接向强的血压进行一个跌落 没错 你们在下方呢 正是探长正在通过这个感知器的这个放大镜啊 那么将前方的影像进行一个放大 他们表示 太妙了 探长 你和感知器的联络计划真管用 探长说的 我造出的猛大帅 3D全息投影啊 通过感知器的投影 放大头的悬崖顶顿 这个就是我们的计划 而这个时候在远方的红支柱啊 也是变形成飞机的形态啊 表示 哎呀 我们得撤退了 魏正天 魏正天这个时候是这个非常不甘的说道 哎呀 真是可恶 这个时候他们是撤退离开 而接着这个时候说道 哎 探长 咱们要不要让那边战败的蛙地虎干点什么事啊 这个时候前面的蛙地虎表示 蛙地虎变形 而这个时候探长说道啊 你懂的 修理一下什么东西才是蛙地虎的本职工作 而这个时候 这个也是说道啊 没错 我们干嘛不让他们把这边森林挥复成原状 而蛙地虎这个时候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气急败坏的 说道 咱们这回可真是搞砸了 这下可是陪大了呀 好 这个时候是最后一个画面说的 我们可不可能让这样一座美的岛屿被霸天虎占去了 现在我们向全世界的小孩子们发出邀请函 而这个时候 接着也是抱着一只小动物 那么大家是哈哈的笑了起来 这个就是第六个章回的讲解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章回 好 第七个章回 上方写了chapter 正是第七章回 然后是擎天虎手中持握的正式剑二 剑二手中拿了一把枪 这把枪应该就是大哥的枪吧 这是一个苏小版本啊 好 故事一开始 那么是这个新闻报道 说最近一直有兴师八卦车和一些小车组成队伍正在摧毁整座城市 今天他们甚至将一名职业班的警卫是当着他的面上干起如此的勾当 警卫说道啊 是是是是汽车人 汽车人参上是一个报道是直接是放到了这个警卫的手中啊 警卫也是说道难道是汽车人成了我们的敌人吗 与此同时在工业园区 我们看到工业园区已经被炸毁 而前方是一些这个相挂车以及车辆 那么前方还有这个汽车人的标志 而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在这张纸上依然写的是汽车人参上 都是指缘跟通天晓 而在转日清晨在G2就读的小学 他的同学们跟他说G2你看新闻报道了吗 上面说原来汽车人一直都是坏人 原来他们一直都是在欺骗我们人类 G2说的内部可能肯定有什么误会 而这个时候一名同学他也是戴了一个手表 那么是弹开上方有一个小的机器人 那么看这个样子有点像是惊破天 那么他说到真正的英雄可是霸天虎 霸天虎只有在阻止汽车的行动的时候 才会对地球产生一些误伤 而这个时候旁边一个孩子说到阿诚G2 你们别这样 这个时候G2说到我才是最了解汽车的人 汽车人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这个时候G2已经放学了 旁边是过来一辆汽车人 那么G2这个时候那么听到旁边说的 出什么事了G2你看起来很沮丧 原来是党版 我非常难过 我不敢相信人们居然怀疑到汽车人的身上 党版这个时候说没关系 不过这是霸天虎的诡计罢了 他们的谎言很快就会被戳穿的 G2是坐上车 那么这个时候是说到G2你可是一名不容易取得人 所以绝对不能滴动 G2表示好的 那么那是什么呀 看起来不妙啊 而在前方是有些人穿着袍子说道 你们听我说汽车人就是人类的敌人 如今是霸天虎的时代 请你们相信霸天虎 是的霸天虎才是真正的英雄 而下方的人们也进行一个欢呼 而这个时候 身后一个声音说道 汽车人参赏呀 汽车人来了 画面也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众汽车人来到 一个声音说道 汽车人拖车大队再次都给我让开 而这个时候他们是一刻变形啊 等等给我助手你们这些冒牌的汽车人 这个时候一个声音说道 热点消防车让他们冲个澡吧 他们是一起向前方进行一个喷放水 那么这些水是直接冲掉了 他们前方的假冒的汽车人标志 露出了他们的真身 正是霸天虎部队 哎呀混蛋 咱们露馅的袭击快变形啊 快点发条和喷击出击啊 而这个时候啊 那么前方的这个班长这个穿袍子人类 他们的这个上面的这个袍子也是裂开了 下方藏着正是迷乱和轰隆啊 那么这个时候迷乱说道不好啊 咱们快点封紧扯户 这个时候在旁的汽车人说道 我们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而这个时候前方的霸天虎啊 他们是说道 汽车大事让我们组合成飞天虎吧 哎呀我们被抓住了 这个时候他们说道 哎呀咱们组合人都跑光了 那么他们二人这个时候说道 哎呀没关系 咱们上没用到家伙 让咱们两个人合力啊 就可以对付前方的汽车人 这个时候他们从迪罗汉 一人坐在一人脖子上方 并且使出了他们的平生绝血 叫做无敌霸天风火轮 这个时候他们如同一阵旋风一般 是冲向了前方的汽车人 哈哈哈哈 看你们怎么办 正面攻击没用的 而这个时候也是表示 通天小退后 接着就是说道 热点消防车 把你们梯子快点伸给 秦天柱和通天小 这个时候他们伸出了梯子 哎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种梯子是仿佛踢球一般啊 只是将那个旋风 是踢给另外一个梯子 哎好球热点 打回来啊 消防车 而这个时候啊 是这个通天小和这个秦天柱啊 听到了前方他们的呼唤 哎该是你们登场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只见二人 秦天柱通天小 他们是一起进行一个组合攻击啊 正是叫做通天小 秦天柱双重绝命飞踢 他们是二人一起 将这个球踢向远方啊 已经踢出这个岛的这个城市了 哎呀什么玩意儿 吓我一跳 这就是魏天天说的啊 看起来并不是汽车机器人就可以打得过汽车人的 好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张回的讲解 而下一个张回就是最终张啊 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个时候一个声音说的别让你头臭狗逃跑了 我们要去抓住他 一条狗正在向前方进行呼命的奔跑啊 而后方正是霸天虎的部队 这个时候在空中的滑翔机啊 说的哎 那不是霸天虎的战斗车队吗 他们居然欺负狗狗 可怜的家伙 而这种狗的话呢 仿佛已经遍体临上 正在后面向前进行一个逃跑啊 这个时候一名霸天虎成员是打中了前方的狗啊 哈哈打中了 哎别给弄 咱们得抓活的 这个时候滑翔机啊 说到哎 你们给我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它是直接跳到了狗狗的前方 而这个时候霸天虎成员说到 汽车人 滑翔机 你少管闲着 把狗黄给我们 哎呀 兵器旁边也是成员说到 哎妈的 它还能动什么 又跑起来了 而这个时候啊 这条狗是继续向前进行一个逃跑啊 画面也说 来到了霸天虎的作战基地啊 那么一个声音说到 你们得快点抓住那条狗 我们不能让它落到汽车人的手上 红热猪这个人说的 威敬天 我们为什么必须抓住那条狗 狗狗呢 一两天说的 那可是一头经过霸天虎 先进科技改造之后的战斗群 它的原型叫做克隆群 那么将被派到各地去 世界各地 从它外边看来只是一条普通的狗 不过它的体内 预含着足以毁灭整个东京的能量 等气场弄灭之前 我们早就要把这条狗 做出很多的狗兵团 遍布全世界 我们要大肆进行一个破坏 不过那条狗的体内出现了 霸天虎科技力量 还无法弄清楚的状况 我们必须尽快地把它抓回来 修缮才可以 要不然恐怕会反过来 对我们进行威胁 我一两天接着说到 战车队 你们是唯一可能抓住那条狗的人 我全靠你们了 画面一转 在前方战车队表示 明白 我们知道了 继续追 而这个时候 华阳基表示 助手 你们到底想知道狗干什么呀 前方的狗可是继续忽灭地向前方进行一个逃跑 而这时候 华阳基是用身体挡住了前方的子弹 并且紧急求救 我说 华阳基 我明天所在位的是F.888 哎呀 你这个蠢货 把这个狗交出来 否则我就把你拆掉了 华阳基这个时候 忽住了狗啊 那么心想 我伤得有些重 你别再跑了 好吗 我没办法再飞去了 不过你先跳进我的机舱里 至少这样 我的身体还能撑得住 他们不会伤害到你呢 而这个时候 狗会是跳进里面的机舱 华阳基这时候说道 要是有人能够驾驶的话就好了 那样我就能够飞起来了 而这时候战车队是拿枪 直接是指向了前方的 华阳基说道 好吧 一言不救成条狗 那么我们指好 而这个时候 华阳基是直接飞了起来 哎 我怎么飞起来了 而这时候战队的话 也是觉得非常的吃惊啊 那么而且在远方 是来的这个迷你金刚 这在发现 原来是七人迷你金刚战组 已经赶到了 真是可恶 该死 这个时候在空中飞着的 华阳基是觉得 心里边百思不得取写 问道 是谁在驾驶我 是 是你吗 一道狗收到啊 霸天虎教会了我 所有战斗的方法 和开动一切机器的本事 而这个时候 华阳基说道 慢着 你还会通过计算机 跟我进行交流 狗哥说道 我 我不并不想战斗 我的身体充满了 满面的能量 你可以使用它们 华阳基说道 你 你是白痴吗 要这样做的话 你就死定了 哇 我知道 你心底太善良了 华阳基 谢谢 谢谢你 而这个时候狗 它能量是充满了 这个华阳基 华阳基表示 哎呀 能量充满了 兄弟们 有只狗刚才给我注入了 难以置信的 巨大的能量 如果我们一起来协力的话 我们将一举击溃战场队 迷你金刚表示 好的 没问题 他们是一起抱头 是抓住了 华阳基 看我们的席地阵法 组合攻击 华阳基 这太不可思议了 而这个时候 头戴作战头盔 进行观战的 舰二表示 这力量 这速度 这可不像我们熟悉的 老华阳基 而在前方的霸天虎部队 战车队 五合一 魂天豹组合 七七卡卡 进行一个合体 霸天虎们 让你尝诺我们被改造之后 能够搞出饱兽的 哀嚎 一些愤怒 皇上就是带着狗的力量 以及带着 迷你金刚 是向前方的霸天豹 祖国金刚 进行一个无情的冲撞 迷你战士组合 螺旋传刺 接着这个时候表示 他们 他们一下就击穿了 那个魂天豹 这 这太令人吃惊了 为了天救命啊 那些霸天虎 他们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们想用动物来做武器 不过任何霸天虎的科技 也改不了生物的本心 动物的天性 只是分辨自己的敌人 和为守护自己生命而战而已 一条狗 我本来可以凭着霸天虎给予的力量 做出可怕的事情 我们可不能让他搞白白的牺牲 一定要去保 他们将来再也没有办法 做同样可怕的事情 没错 仅仅盯着他们 我们要为了打败霸天虎 而奋战到底 好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七个章会 以及序章和最终章的一个结束 那么我觉得是非常的精彩 每个章会都是一个小故事 画风也是非常的简洁明朗 有点这个小时候 看这个日漫这个漫画书的感觉 好 那么到此也是我们讲完了 第一本书的前三分之一 那么之后我也会抽时间 把这三套书完整的录制 给大家继续一个分享 那么再一个支持公众给大家 See you next time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